抗议示威区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应该以战略的方式来考虑这个问题 战略的角度来看呢 我觉得 这国家里面 他的领袖的一种危险 危险呢就是如果你 把自己和坏的新闻隔离 开来的话这是很危险的 不管是哪个国家的政治的领袖 中国也好治理的也好都不喜欢坏消息 那么抗议示威的人呢 往往他们抗议的就是一些不好的坏的消息 那我觉得 它能够加强一个政府 就是说如果它能够去倾听那些坏消息的话 如果你把你的重点问题放在 重点的重点放在需要解决的问题上面的话呢 它是能够加强你的领袖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秩序的一种自由的 能够表达个人的愿望的话呢 这不单是恰当的 而且呢它也是一个人权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呢 它是能够更有助于建立 更有利的这种政府的治理的 所以呢我并不同意说 他们以象征性的建立三个抗议示威区 可是呢又不允许别人示威 我觉得这个可以说是中国 在它的世界形象来讲呢 是丧失的一个机会 它丧失了一个机会来改善中国政府的治理 好那您现在收听收看的呢 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志远 那么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 是北京奥运及美中关系 那么为了感谢大家呢 对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支持呢 我们将于近日内呢 举行网上有奖争达活动 奖品有苹果4G iPod以及德国三波段收音机 请感兴趣参加的听众观众呢 和网友上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详细了解有关有奖争达的内容 那么那么我们在演播室的嘉宾呢 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 中国项目主任戴维兰普顿 听众观众朋友们 现在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 免费的国际长途电话 来向嘉宾提问题 或者发表您目前对这个北京奥运会 及美中关系的看法 那么下面呢 就是我们参加节目讨论的具体的方式 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电话的方式 请您先拨10810 或者拨108710 再拨8668375161 美国之音深入冒脑 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 我们将把您带到 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现场 关注候选人的竞选之路 请收听收看 美国之音 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 好 现在我们就开始接听 听众和观众的电话 首先我们来接一下 天津和先生的电话 天津和先生 你好 主持人先生专家先生好 我觉得这个奥运会是 可能不会太影响这个中共 太影响这个美国和这个中共 乐棍政权这个关系 我觉得要是如果不是牵扯到 这个台湾选手 是与这个中华民国的身份 参加这个北京奥运比赛 还是与其他的台湾选手的身份 参加比赛 我觉得这个奥运会恐怕 也没有多大可能会牵扯到 美国会和中共政权 有什么关系上的问题 就是我对这个奥运会 是不是会影响美国 和这个中共政权的关系 这我这个个人的一些想法和看法 好 谢谢你江西的 好 谢谢你江西的李先生 天津的和先生 我们接下来再接一下 江西李先生的电话 江西李先生你好 喂 听到吗 能听到 您请讲 南木正先生好 是的 我的题目是 一分钟论奥运 古代的奥运会 跑得快的人 在狩猎中 倒是可以去 扎兔子 羚羊什么的 要将事件打得好的 倒是可以打到猎物 如今的冠军 倒是没有听到他们 做出过什么惊人的事情来 倒是听说李连杰 从海啸之中 靠着两个女儿跑了出来 我想 如今跑得快的 应该去做保安 扎小头 刀打得好的 应该去做 揭揭手 杀一些 士气 李弟子能 什么的 可是 我能够改变世界 就没有一个人敢将我叫板 你们这些各国的领导 混账的东西 你们 好 谢谢你江西的李先生 请你讲话的时候 注意一下你的讲话的方式 OK 谢谢江西李先生 那么我想对这个 天津和先生的问题呢 关于台湾问题 我觉得这个台湾海峡的 这个和平稳定呢 对美国的利益呢 在您的这个讲话当 您的这个就是做 听证会的时候 讲的时候 认为这个美 就是说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 对美国的利益 非常至关重要 那么这一次呢 在就是台湾运动员 参加北京奥运会的时候 开始发了 也发生了一些这个矛盾 就是说 台湾运动员要求用 中华台北的这个运动员的称号 那么中国的这个奥委会方面呢 当时开始的时候 是用的中国台北 那么这个引起了一点摩擦 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呢 对 首先我来说一下 从宏观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最近在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关系的改善 是符合中国人民的整体的利益 也是符合海峡两岸的利益 那么美国的政府 当然我不能替他说话 但是我想至少在这一点上来讲呢 他们也是欢迎这一个现象的 所以在这里呢 是没有任何的不同的意见的 您刚才从天津打来的这个听众呢 提到了中华民国 说这个名称说 它有没有重要意义啊 我觉得我这么说吧 我觉得任何的这种名称 如果是北京和台湾都能够同意的这种名称 那就是够好了 那就那就好了 这就是一个进步的表现 中国和台北呢 都同意了 这个中华台北啊 就是一个可接受的一种 说法 那我觉得我们就应该呢 就把它放在一边 向前看了 这是我个人的 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 中华民国 这Republic of China 其中有 中国这一个 这种中华这个里面了 它其实就 本身就是一个印证了说 是一个 一个中国的一个看法了 所以我也许更倾向于呢 希望北京呢 能够更加开放一点 更加灵活一点 但是任何的台北和北京 能够取得共识的东西呢 我认为都是够好 我想这个对于世界其他的人来讲 也应该觉得够好了 就不要再去追究这个问题了 好 我们继续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 那么四川的韩先生 你好 四川的韩先生 你好 你好 嘉宾好 你好 我来谈谈奥运会过后的美中关系 从5号开始到今天晚上 中共暴政用疯狂的手段 干涉美国之音 他们的一些主流媒体 报道奥运会 用大标题写上 美国嫉妒中国金牌拿得多 等等一些词句 在电视机旁 每当中美赛事 相当一些人 用语言或连进拳头 高喊消灭除掉美国 这些人不知道 俄罗斯至今侵占中国领土 达150万平方公里 而美国